作为行者 这支箱是修本尊 十方法界他们来采访 不要在乎他们的存在 你做你自己 你就是好好地做 但是也不要太懈怠 因为被拍下来作为证据就很麻烦 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个人刚好他在打瞌睡 结果就被拍下来永远做记录 所以随时要保持绝照 这个才是修行最重要的 那一个人修得好不好 就他绝照保持得好不好 我们即使说要做假 也要做着像样 假一下 然后看到人家不见了 又回复原来的样子 那看到人家来 又装出那个精进的样子 但是你要晓得 随时其实都有在拍 谁在拍 你的八四天在拍 不是奏给谁看 奏给自己看 要对着起自己 心安理得 我们说 学问之道 求其之道 无他那梦子的话 求其放心而已 放心就落实你的心 对着起自己 所以不管是何方神圣 其实讲的道理 应该都大同小异 但是大同虽然小异 其实最大的差别 就在小异处 那关键就在那很维系的地方 所以我们佛法的修行就是说 你的见地可以高到比须弥山还高 但是你修行的绝照 要比面坟还细 随时要保持绝照 在所有行为的细微处 要很谨慎 大处 左眼没错 但是要小处 要用心 如果能这样 那就大小通吃 就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掌握得如理如法 好 我们就开始来观修本尊 Om Yedamahidu Brabhavahidun Dishan Tadakadu Haywadi Dishan Chyo Nirodai Vampadimahasramanayesvaha Om Yedamahidu Brabhavahidun Dishan Tadakadu Haywadi Dishan Chyo Nirodai Vampadimahasramanayesvaha Om Yedamahidu Brabhavahidun Dishan Tadakadu Haywadi Dishan Chyo Nirodai Vampadimahasramanayesvaha 恭敬顶礼毗如真阿佛 Chyo Nirodai Vampadimahasramanayesvaha Jongdande Dayshin shi pao cha jung pao yangdapa Jubi Sangji kuhin pú nangpa nangzi la chacha lu Jepto jepso chi wo Chyo Nirodai Vampadimahasramanayesvaha Jubi Sangji kuhin pú nangpa nangzi la chacha lu 全都教授起 将天地地心血巴 茶凿巴 阳道巴 祝别上街根部 南巴南之拉 恰恰 全都教授起 赞颂毕露之那佛 南巴南之拉 恰恰 都教授起 都教授起 赞颂毕露之那佛 都教授起 都教授起 南巴南之拉 恰恰 都教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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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颂毕露之那佛 全都教授起 都教授起 都教授起 南巴南之拉 恰恰 都教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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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一切法空 当你心不动的时候 一切的存在跟你就没有互动 存在等于不存在 其实你也不是关闭 只是不起心动念去相应 所以证明外是空的 内也是空 外面的一切法都因缘所生 它不必然跟你有关系 内在的五蕴是一种组合 它跟你真正的我 也不必然有关系 但是那个认为身心是我的 那个忘我 就绝对跟五蕴有关系 所以因为这个忘我 所以虚忘的我 所以造成我们的恐惧 造成我们的轮回 造成我们的痛苦烦恼 所以学佛是要突破这个 你不能否定它 但你要突破它 不仅仅突破它 不仅仅不要否定它 反而要用它拿来 作为修行的根据 依据 所谓借假修真 拿这个来契入实相 来正到无上正确 把身体变成一种能量的放射状态 我们怎么说呢 就拿你的身体来行善 来修持 那么就把身体变成一个能量的状态 那反过来讲 如果用我们的身体去造恶 那就变成造恶的帮手 身体会带你下地狱 其实是你在指挥你的身体 但是当你的指挥权失去 或者做错误的指挥的时候 就凭这个就可以把你带到地狱去 反过来讲你若修得好 它一直服务到你最后一口气 思想也是一样 我们的所有思想 本来是你是主人 结果我们都忘了 都颠倒了 变成你的念头在控制你 在指挥你 不是你在掌握你的念头 是可见 我们的生命是莫名其妙 是不如理的 过去的惯性 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是不能随顺自然的生命 如果随顺下去 还是生生世世 都是轮回 一定有办法 而且一定要用对的办法 慢慢脱离这样的宿命 这样的定命 好 所以接着我们就念一下整个观空咒 一切法 本性空 体性空 就在这个空性里面 随着因缘 随着你的念力 随着你的观想 显现了密言煞土 从你的心最尊贵 最内涵的 最清净的 创造出密言煞土 显现出密言煞土 密言煞土就是 毕鲁自那佛的国土 在这个密言煞土里面 我们有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 庄严的宫殿 也是我们的佛性 所庄严 在这里面 有一座一座的八狮子座 八狮子顶着一个莲座 莲花大如车轮 莲花上面平铺的日轮 月轮 月轮的中央有阿字 由阿字放光 变满法界 随即收射 马上又收回来 那这一个阿就转化成 我们的本尊 接着我们就来观修本尊 我们说过 就用你的第六意识的 那个能造作性 能思维性 但是用的是纯净的 有功德的这一块 而不是用染污的 有习气的那一块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观想 随着颂起观 随着念 想到哪边 就观想到哪边 想到哪一个部位 就观想到哪一个部位 转化到哪一个部位 首先我们可以从眉心 眉心这个地方 你可以观想眉心 好像有一个智慧眼 从这个上面观想上去 整个头颅圆头头的 天庭饱满 然后法 湛蓝色的右旋 接着往旁边观想 眉毛修长 代表我们的思维很缜密 眼神眼睛成侧分明 成侧四大海 就有无穷的深度跟智慧 从你的眼睛显现 鼻子那挺有肉 代表你的意志力 圆融性 如果有意志 然后又圆融 有意志不能变成坚持 变成固执 如果没有意志 长生就是朝三暮四 意念就动来动去 这样的话 永远成就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还是要 一方面要能够坚持稳定 二方面要能够圆融 接着观想我们的嘴巴 嘴巴是说法的工具 就是一种教化的 殊胜的工具 观想你的嘴尘红色的 嘴角往上扬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充满着自信 充满着慈悲 在观想下巴 圆圆的脸颊 如满叶 放着光 耳朵厚厚长长的 代表我们的资粮福报 然后再往下观想颈部 三条线 就是我们的戒定会 肩膀 上手背 下手背 手腕 这是我们的合掌 然后结 毕鲁侦娜佛的印 毕鲁侦娜佛的印 基本上有三个印 第一个就是我们面前的说法印 另外一个叫治全印 东密都是结治全印 然后在唐密的时候 就唐朝那时候传进来 很多的毕鲁侦娜佛 结的手印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手印 你如果到西安 西安那边就是 那时候不空三藏 他们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带进来 这个修法 大日经就是他们翻译的 所以佛像是这个样子 传到日本以后 变成治全印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法 转动法轮 我们这边都用转动法轮的 上面画的跟雕的 都是这个说法印 那因为 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印 因为这个印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身份 比较不相应 用这个就是外伏印 那外伏印再把食指伸出来 这食指就代表我们的智慧 最灵活的 我们手掌 其实食指是最灵活的 你这边泥上面的东西 大概都是用这个 所以这就代表我们的智慧 高举我们的智慧 那请他就暂时把他收拾起来 好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就进一步把整个观想完毕 肩和肩 然后手 肩 然后手 然后手 然后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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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腹 腰 那肴一定要带着一点点 不要是水桶 腰 要有一点点幅度 我们如果看那个很精壮的鹿 它那个屁股就是这个样子 有心有这样的出来 所以我们观想 你看藏传的佛像都这样雕 那照相尺度经里面它是有规定的 要什么趋度 要多少指幅 它是有规定的 但到我们汉地以后因为不讲究 所以每尊佛都养得肥肥胖胖 因为我们认为佛应该万德庄严 应该福报很大 但事实上一个有福报不一定要胖 胖的人不一定有福报 所以不需要 还是要保持它那个很精壮 很色心 然后又放松 又具足能量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佛像 所以一样 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也是一样 尽量把自己观想成 你是女孩子观想成十六岁 你是男孩子观想成十八岁 就十六十八这样子的青春的一种气息能量 怎么跑都不会累 怎么做都不较累 然后做什么都充满着动力 这时候来修就容易 所以一样 我们修行绝对不能用老人的心态 老人的生态 想要修 你即使再老 都要想你是年轻的 这个就是一种意念 人家说不服老 人老从思想先老 人要不老就永远保持青春的气息 你就永远老不了 所以这个也是从根本去改造 从最内在去改造 接着就是两足金刚家福座 再进一步观想 身披三法衣 上就是披 里面有下裙 有上衣 然后再一个外衣 就三衣 那我们如果就观想成跟前面的一模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的中国的三衣 不是那个样子 以前是比较简单的 同样因为气候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所以他们几块布就搞定 而我们就还要免老还要什么 尤其冬天到了 身体穿一大堆 在你到印度啊什么 他们随时都是就 一块布卷一些 然后里面再穿个下裙 就好了 然后外出的时候 再弄一个礼服在外面 就这样 好 这个是体外化 你就用最庄严的威仪 的身心服饰 把自己观想成跟 披露尊纳佛无恶无别 这时候是用我们的意识 所创造 所观想 所以我们可以说 用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清净分 作为手术刀 你把自己当成艺术家 然后把自己描绘成你心里面 觉得最庄严的形象 你里面的理想 所以我想 虽然前面那一针客观在那边 让我们作为参考值 但是每一个人观出来 大概都不一样 观得出来 观不出来 不管 反正想到哪边 你就专注到哪边 就这样不断的信息 不管 观得出来 观不出来 都不要在乎 你只在乎 你现在有没有在用心 有没有如理在作意 就好 好 接着我们就要迎请 智慧尊降临融入 手变成合掌 Ong Bajra Sama Zha Zha Hong Bang Ho 譬如这那佛 变成跟拇指节 上半段拇指节一样的大小 那就融进来 坐在你的心间 心间也一样有莲花日月轮 那心间就不要再观想八世子坐 只要有一朵莲花 莲花上面有日月轮 日月轮上面坐着 譬如这那佛 小小的 所以一样的 我们可以大到这么大 可以小到跟我们一样大 可以更小到 就一个拇指节大 就这样子不断地观修 你慢慢地 你就可以掌握到 你大想不来 你可以想小 小 想 没有经验 你可以想跟你一样 就相应的部位 不断地去观修 久而久之 它就越来越具足 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不费力 然后就好像可以观想出来 那你若观想不出来 多看 所以若我们需要 我们有拍法照 你可以去那个事务处那边请 不要钱的 不要钱 在古原寺有一个特色 什么都不要钱 不会动不动就要交钱 古原寺不来这一套 你们能来 就是最大的供养 那你若修出法洗 那你想供养更多的修行人 那当然也接受供养 但是千万不要勉强 一定是要 不要做那个不乐之娟 勉强去捐一点钱 一点意义都没有 很高兴地捐一点点钱 功德无量 所以最重要是你那个心态 我们要修的 要强调的也是你那个心态 好 接着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地去观修了 这时候心里面有智慧尊 就真正地譬如真那佛 跟那个我 那个佛跟那个我 已经合而为一 外向的这个业力的我 也跟庄严的 譬如真那佛 合而为一 三昧耶尊 三摩地尊 叫智慧尊 三昧耶尊 智慧尊 都已经具足 所以进一步 你还要再进一步地修 这时候就观想全身 通透透明 我们看到的是同的 譬如真那佛 你要观想自己 不是同的譬如真那佛 而是一个意念所生的 毫无挚爱的一个佛 有那一份庄严 没有那一份挚爱 所以整个是意义所生的 意义所观想出来的庄严相 那你透过这样意义的一种庄严 慢慢地你的身也就被净化了 相应的部位也得到加持了 谁加持你 你自己加持你自己 透过佛作为媒介 然后来加持自己 进一步我们的观想 在这个通透的 意义所生的本尊中间 有一条中脉 你不要想说 这时候有肠 胃 心肝 那个都是妄想 这是你就应该观什么 你就只观什么就好 不要又被凡夫的见地又拉回去 全身是通透的 中脉 顶轮有白色的光点 喉轮红色 心轮蓝色 脊轮黄色 密轮绿色 相关的位置要把握到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持咒 先从顶轮除脏 把撑的习气 划入虚空 千万不要说会把空气污染 你划入虚空不增不减 不会因为你的贪嗔痴 放到虚空里面 虚空承受不了 不会 你再多来都不怕 因为它是无穷的 你的东西再大 除以无穷都逼近于零 数学上 你有一个有限的数量 下面是无穷 那等于零 有限比到无限就等于零 所以不用怕 我们其实 所以不要太在意 一个人的好坏 它能表现都是有限 当你用无限来看它的时候 穿透那个不好的假象 你会看到它纯净的那一面 可爱的那一面 同样的 穿透它善的假象 你会看到它恶直的那一块 污染的那一块 所以从表面看不准 不要着想 我们再开始就要来持咒了 整个主义集中在顶轮 穷 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没有感觉 可能还不清楚 可能还不明显 你慢慢地越修 越能掌握的时候 当你在念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个脑腔 它是在转动 它是有一股力量在那边进化 那一样 道侯伦也是一样 你不要定点地念 当然就在这周遭 念的时候是围着它 要让它动 不痛不痒 要加上意念 加上意念 你的皱轮在喉轮转 这样那种觉受 就会越来越清楚 喉轮 弹的习气 化入虚空 有没有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着到心轮 湛蓝色的光 也是我们吃无名所在 我们把这个化入虚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几轮 我慢 我爱 我直 我见 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松掉 把那个我慢慢的松化 我直 那种习气慢慢的放松 我们要把这个化入虚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密轮就怀疑嫉妒占有的习气 所以要用一点点力 要提刚 然后右转 有小便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全身净化 这时候有轻松的感觉 接着就以这种清净的身口义工的事业 就五轮 然后收射整个法界里面的大能量 首先我们密轮 吸收地的生生不虚的律能 收拾进来 变成成所作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边停一下 就在密轮的地方 专注你的意念 然后在这个地方 去感受一下 如果能够见到绿色的光 那当然更好 见不到 无法 你只要相关的位置 你只要相关的位置把握到 那个地方慢慢就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具足 那个绝受就会慢慢地能够掌握到 接着到几轮 这个一个大能量的轮 那观想 头顶上有正五的大太阳 下面有地球的溶浆 把这两股大能量收射进来 然后融到 这个灼火里面 你就保存在你的几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灼热的感觉 但是那个热 不要让它升上来 所谓灼火 就是在那边它很笨拙 不会随便窜 如果让它乱窜 就变成虚火 那会产生热 所以还是保持在那边 但是你全身还是会有一种 微微的热在 所以这个如果修得好 一般就比较不胖 像米勒日巴他们 这些修走火的 其实在大冷天里面 下雪里面 他们都可以穿着单衣 就可以不为所动 甚至可以把棉袄 进了水以后 放在身上 等一下就干了 这就是证明你里面 有很强的能量 好 再往上 心轮 占蓝色的光点 观想 整个虚空 然后把这个虚空的 空大的能量 收射进来 变成法界体性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滚蓝色 本绝光 在心 这个最需要认识 因为我们临终的时候 这个光会先出现 如果能够把握到 那就融入法界 接着来到喉伦 红色的光点 慈悲 柔软 碍语 都是从这个地方对积说法 妙观察制都跟喉伦有关 观想面前虚空中有夕阳 红彤彤的不赤眼柔和温暖的光 然后把它收射进来 融入这个红色的光点 红色的光点在喉轮 接着往上 顶轮有白色 就透明的光点跟水晶一样 水晶有止碍 它没有止碍 我们观想头顶上有十五的明月 那个柔和光 清凉光 收射 贯注在这个明点上 然后就降下甘露 顺着中脉变满全身 把所有的构障 弃除 把所有的功德成弦 净化 阿谷巴勒酱小悲哩乳妈跳你 巴马 igual爹 阿谷巴勒酱小悲哩乳 analyses 阿谷巴勒酱小悲哩 relatable 再很快地回观一下 观想一下自己的相好 庄严 没有直爱 然后里面中脉 然后五个明点五种智慧 在你的身体里面放着光 这就化爆两身具足 产生很大的伐喜 感恩的心 所以由我们感恩的心往上 供养十方诸佛 往下 回向六道众生 共振佛道 共臣五上菩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入空 游光 荣光 在这里面完全打成一片 把我们所修的假设它有一些功德 完全回向法界 回向一些众生 不为自己而修 但是你不为自己而修 第一个受益的是你自己 所以不要执着 反而为自己而修 修不出什么东西 为众生修 如法而修 依法而修 它就可以修出一切的功德 体相用都可以呈现 上面的脚放到下面 另外一个脚就往外摊 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腰围围往前挺 抬头挺胸 头围围 稍微往上 闭上眼睛 那个看 不是用眼睛看 是透过你的眉心看 用你的智慧眼看 不是用肉眼看 看 又只是看 不是要看什么 也不是谁在看 都听 不是谁在听 也不是要听什么 只是听 心 没有任何目的 没有任何想法 只是保持那份本具的绝招 感谢太平异 就是 其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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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你就会感觉身体里面有一股很强的气 它会找问题点 找你身体不舒服的 不顺畅的地方去加持 自我加持 那闭上眼睛不是什么都看不到 至于看到什么东西也不可期待 也不可想象 该看到什么 从境界里面解脱 从想象里面解脱 从概念里面解脱 从我执我界里面解脱 从遍际所持解脱 你就会越来越清安 你做得不错 这个做下你会觉得 真的身体空掉了 如果有什么声音 声音传过来 不是耳朵在听 而是一种穿透的觉受 一声音过来 它是可以扫遍你全身的 不是只有耳朵听到 你身体会越来越敏感 所以有波动 但是这种敏感不是一般的敏感体质 敏感体质是很容易被影响 而绝躁的自在的体质 是寥寥分明不被影响 不为所动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绝对不是越修越迟钝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越修越敏感 绝躁力越来越强 感受力也越来越明显 但是不执着 不取舍 时间搞好 各地找你 OK 那我们就还是起来动一动 就活动一下筋骨 那一样 每一步踩得很稳 踩得恰到好处 不太重也不太轻 那一定要保持平稳 去感受一下 虽然轻轻地一踹 其实从脚底到头顶 它都会有感觉 那踹得刚刚好 你就会觉得浑身舒畅 如果踹得不好 你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所有事情 你都要慢慢去拿捏